这方面要有提高 那么林丹这类运动员 他这方面是比较 能力比较强的 对于你的规律性东西 我很快就掌握 那么这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我对于球路的判断 我很快 我就能够知道 这种情况下 你一般是推或者是放 我不需要再有更多 花其他的精力体力 再猜说你会怎么样 因为我八九不离止 因为前面已经有试探过了 而且我的代价我也付了 就是前面我在没有判断之前 我可能会输 但是呢 婚已经给你拿了 但是呢我的这个规律 也被我掌握了 这种是非常聪明的一个 好 让我们接着来欣赏比赛 现在男子单打第一轮 中国选手李玉对马来西亚选手 黄剑之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局 第一局李玉赢得很轻松 21比8就拿下了 那第二局的比赛呢 现在是 马来西亚选手领线 4比0 黄剑之发球 4比赛 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剑芝 5比2黄剑芝还领先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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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2黄剑芝还领先3分 5比3黄剑芝还领先3分 5比3黄剑芝还领先3分 现在是马来西亚的黄剑芝 8比3领先 刚才的比赛当中第一局这21分 黄剑芝才拿到了8分 而现在的他已经是8比4领先了 这状态跟刚才是判若两人 5 8 黎玉还是需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坚持自己的打法 来 6 8 黎玉是非常顽强的一分一分往前追 打追身啊 这个战术非常奏效 黄剑芝的经验也是很豐富 这种比赛这种扣球完以后往前走这种衔接 也掌握得非常好 可能第一局来讲 黎玉可能太顺利 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会那么顺利 所以希望他不能够放松 因为马来西亚的选手 男单他还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他既然能够派他出来比赛 已经是经过队内的淘汰选拔 才能够代表马来西亚出来 由于马来西亚整体的水平 他是相当高了 所以代表马来西亚出来的男单 也是应该是不差 现在马来西亚选手黄剑芝是把比分的优势继续拉大 10比7了一些 最后黎玉还是抓着一个机会 对头顶扣杀直线成功 现在比分是8比10 这个球 球在网上弹了一下 弱到界内 这个球我觉得 有运气的成分 一个有运气的成分 另外我觉得这种球应该是能够在界的 只要你 关键你判断不够果断 这个球 因为不是说碰到网之后 滚网而下 对滚网而下 还是还往前穿了一下 就在你的身边 如果反应快的话 这个球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中国的男单呢 也确实是后继有人啊 像李玉 这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一位新星 另外呢还有邱燕博呀 陈金啊 另外还有今天第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的小将 18岁的陆启成 那中国目前比较有把握的项目 最有把握的我看还是女线这方面 女单女双 在世界上是有着这个 无可震撼的统治地位 男单现在也不错哈 男双就是 蔡云富海峰之外 我刚才听您说还有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哈 对 你有哪几队 有像李田 还有一些别 我这次在冠军赛当中看到了一些 那么有些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看一线的队伍 那么有些就是能看到人 但是名字有时候不太对得上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些 比较年轻的这种选手 他们的整个技术整个的精神状态 还是非常有上升的空间 那么刚刚我回答那个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中国对现在比较有把握的是 女线 女单女双 对女单女双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这样 实际上对于体育来讲 不管你水平再高 还是都有是偶然性的 否则的话 就这个体育就 就没必要存在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说 中国队经过多年的这种 irgendwo监苦努力 刻苦训练 在女子项目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呢 但是每一次比赛 对于中国队来讲 都不敢调以亲戏 所以呢 可以说是他们 取得的好成绩也是全队上下 包括领导 现在马来西亚选手13比12领先 我不知道周领队您有没有这样一个矛盾的心情 就是我在看这个羽毛球比赛 包括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当然肯定首先希望自己国家的运动原因 总是希望咱们国家的运动原因 但是同时呢又有一种忧虑 觉得咱们如果总是拿冠军 总是拿金牌的话 那可能国外的选手啊 参与这项运动的兴趣就越来越小 那么全世界的观众啊 关注这个节目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 兴趣越来越小了是吧 所以有时候也是很矛盾 既希望我们赢 有的时候呢又希望说 能不能让别的国家的选手 也拿点这个冠军啊 是不是 这是从就是很多就是说 一个方面来理解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是道理上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中国队呃 今天有这么高的水平 这样的一定的优势 它不是白来的 是我们坚固努力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啊 我我我这样的我就要把这个冠军 我拱手浪给你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努力 但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帮助其他呃 以毛球发展的不够好的这个呃地区或者国家来共同来提高 使大家就是说呃都来竞争这样 这个这个这一场运动 把这个运动呢做得更精彩 不能说我我停下脚步让你赶上来 或者明明是我该拿的金牌呃我我拱手浪给你 那么等于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不就不叫体育了 那等于是我们回到了三十年前或者是更多年前以前那种政治挂赛的时代了 那样是不合适的 对于不光是对于毛球 对于其他的运动 我们所说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利的 第二局的比赛 马来西亚的选手15比14领先 那么第一局的比赛呢 是中国选手李玉 21比8轻松取胜 155、15、14 14 李玉的扣杀虽然是非常有力很凶猛 而且呃这个对对方威胁也很大 但是要注意这个进攻的成功力 就是说虽然对对方造成杀伤力 但是自己也失误 那么就这个概率如果太高的话 试误概率频率太高的话 那就这个进攻的战术就要考虑 而且杀球的时机 你就要掌握得更好一些 漂亮的杀直线 我们所说的这种进攻的成功率 一个很明显就是说一要得分 这个是很明显就已经成功了 那么退额退额球赤之 就是说不能自己主动失误 先打进来 对先打进来 两个人速度很快 但是非常可惜刚才李玉回球出界 这样黄剑之就领先三分了 19比15 黄剑之可以说是越打越好 我们想着马来西亚运动员 这个在场上的这种 规律性的东西 还是掌握得很快 我们所说的比较聪明 会打比赛 虽然身体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打得还是很放松 而且战术处理方面也是非常恰当 刚才黄剑之是判断出现了失误 刚才这个球的李玉是达到了界内 16比19 现在李玉拿到了发球权 不知道他能不能抓住机会 连班几分 哎哟 我们所说的进攻的成功率 就体现在这里 你这个球可以不打死他 当然打死最好 不打死他 但是呢 要先打进来 这样的话 对方防过来 你还有第二次进攻的机会 这个揭发球的判断 非常的精准 但是二十一分制 你现在要赶上去 这个压力非常大 因为你再丢一分 你就这一几次输了 很好 两个连续同样的一个点 发球后直接抢攻 我想下个球 李玉应该要有所改变 因为马来西亚选手 一定会注意那个点 可惜 发球直接失误了 发球直接失误了 发出了一个短球 那这样的第二局的比赛 马来西亚选手 二十一比十八 扳回了一局 双方的还要接着进行 决胜局的比赛 这两局比赛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黄剑之啊 第一局和第二局 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第一局什么技术特长 都没有发挥出来 完全是被李玉压着打 只拿到了八分啊 而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看确实这位黄剑之 他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他进攻的速度很快 而且力量很足 在场上的跑动 显得非常的灵活 对 他第一局拿了那么少的分 我想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他对李玉这名选手 不是很 可能以前没打过 或者打得很少 有点好 我非常蜘蜜的